第225集 金帅急忙命令大家后退 但那施法的三个黑衣人 犹豫离得太远 还没来得及后退 就被几只蜜蜂围住 令人惊叹的是 那个蜜蜂不是丁人 而是用口气撕开人的皮柔 残忍地钻了进去 短短一分钟不到 那三个黑衣人已是遍体鳞伤 每一个体内 都钻上上百只蜜蜂 在皮下游走 一张脸上数不清的小骨包 缓缓移动 有些移动到眼皮子下面钻出来 再从耳朵鼻孔里面再钻进去 整个场面 残忍和恶心到了极点 等于在用蜜蜂生生地扒皮 那三个黑袍人 倒在地上 翻来覆去 双手用力地扯着自己的皮柔 发出一声声淒厉的惨叫声 叶少阳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叫扒皮疯了 小慧 叶少阳回头朝着小慧看去 不要闹出人命了 小慧用手指轻轻地扣起方顶 那些蜜蜂立刻从三个人体内窜出 飞到了半空中 便化成黑灰落在了地上 叶少阳这才明白 原来这些蜜蜂也不是真实的生灵 而是一种古术 心中贪负 原来白无事的古术也是这么的神奇 那三个黑衣人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没有死 不过真是应了那句话 不死也脱了层皮 这三个人自从倒下之后 他们用黑气营造出来的那三头蛇蝎 也自动严消云散了 金帅皱起了眉头 继续命令更多人施法 又是两只三头蛇蝎被造了出来 朝着叶少阳等人爬了过去 叶少阳和小灰依然对付一只 只见那三只蛇头张嘴吐心 满口撩牙中 有黑色气滑的液体不断地流出来 长着毒针的尾巴也跃跃欲识 叶少阳从来没对付过这玩意儿 一时间不知怎么下手 猛然间头顶上方传了一声大叫 你们小心哪 抬头看去 两个黑乎乎的东西被扔了下来 叶少阳争了一下 猛然明白过来 黑狗血 立刻一把拉住小灰的手急速后退 几秒钟之后 只见两包血浆袋准确地砸在了那两只三头蛇蝎身上 砰的一声炸开 血浆喷射就好像一道强酸灵光 将那三头蛇蝎瞬间烧成了一股黑眼 风一吹散去了 金帅和他的那些血巫师手下当场争住了 纷纷抬起头看去 却只看到越来越多的血浆包丢了下来 有几个黑衣人当场被砸中 被破了法身 金帅这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带着惊慌失措的血巫师们向后退去 那几个被血浆包砸中的大脑有点发懵 退得慢了一点 叶绍阳被黑狗血误伤不敢上前 小马却是毫不顾忌 手提木棍追上这几个人一通的乱砸 当场就晕过两个 有两个没晕过去也躺在地上只哼哼 有个家伙试图反抗 被小马用肩膀顶了一下 轻松撞飞出去 跌了个狗啃泥 过瘾啊 太过瘾了 小马嗷嗷大叫 无数什么的良辰不会 比肉搏啊 良辰不介意陪你们玩玩 小心点 快回来 叶绍阳赶紧把小马叫了回来 他知道 这帮血巫师绝对没有眼前看上去这么脆弱 只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才伤了几个人 一旦他们调整过来 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果然 在后退了一段距离之后 在精帅的指挥下 这帮家伙逐渐地稳住阵脚 有几个血巫师开始做法 因为有很多人相隔 叶绍阳也看不清具体经过 只看到几个人跪在地上 用手指在踢上画着什么符号 接着 一阵鬼哭之声 在死人沟里响彻 不断有各种形态的鬼魂 向着山顶方向飘去 这是血巫术中的控魂术 小慧立刻说道 这些都是真的鬼魂 血巫师平常遇到的鬼魂 都会聚起来 炼化成自己的鬼仆 利用他们来战斗的 叶绍阳咬着牙 浑浑地点头 现在他总算明白了 这帮恶人在什么地方了 光是擅自拘魂不放 这一点就违反了天地大道 山顶上 突然惨叫连连 两边的人都抬头看去 却见一道浮光 在悬崖的边缘蔓延开来 不断地有鬼魂被收进去 叶绍阳一看便知道 是滕永青在做法 不断飞升的鬼魂越来越多 到了应接不暇的地步 头顶上传来了一声长叹 接着 一道金光射出 将一只试图靠近的鬼魂 打得魂飞魄散 惊魄在空中纷飞 一枚小小的东西 从空中落下 正好掉落在了 叶绍阳的身前 叶绍阳特意看了一眼 是一枚菩提子 唐永青在用菩提子杀鬼 叶绍阳暗暗谈了口气 佛家讲究慈悲 能超度鬼魂的情况下 绝对不会选择杀鬼 他这也是被逼得没了办法 以大和尚的法力 应该能打得住 我们也杀 叶绍阳说完 扬起了钩魂锁 向着对方冲去 金帅立刻分了几个人出来 对着叶绍阳做法 几个血巫师 一起咬破的指尖 把血点在了一块石头上 然后画了几个特殊的符号 叶绍阳突然感觉到 双脚一紧 低头看去 却是被一双枯骨给抓住了 急忙用钩魂锁抽断 这才看到 自己脚下多了一条裂缝 与死人骨的走向平行 从自己脚下一只蔓延到了远处 无数骷髅从裂缝中爬出来 朝着叶绍阳三个人走了 有些腿断了 就在地上爬着 有些脑袋不见了 依然能够前进 这次不用笑会结识 叶绍阳也能猜得到 这一定是对方用了什么巫术 把这些当年埋在地下的尸首 都唤醒了 不过 从这些家伙头都掉了 依然可以行走和攻击的这一点来看 血无数的鬼异于可怕 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都是一群枯骨 多数还肢体不全 但是这些家伙的力道很大 叶绍阳用钩魂锁挡了一个袭击 结果被震得虎口发麻 为了速战速决 只好抽出七星龙泉剑 一路冲杀过去 金帅躲在了一群黑衣人的身后 双肩总动 但是身体被挡住了 也看不到他在干什么 突然 叶绍阳看到那群黑袍人的衣白山洞 定睛看去 立刻看到了一副 令人头皮发麻的场面